你故意不小心 打爆了笑哈柳如烟的头 不料却获得了 几隐藏职业模仿者 并且还拥有 唯一级专属技能 无限复制 当当还在嘲讽你的 富二代同学几博小 剑壮立刻表示拿 一百万买自己的狗命 可你却直接拿起椅子 把他手臂给砸断 等你死了 你这些东西 不全是我的 在这个全球机变的世界 你可不会做圣母 几博小的尖叫声 一下子就吸引了 教室里的丧尸 见状你背起书包 就夺落而逃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找到一个 安全的庇护所 可你来到走廊时 却发现学校大门口 乌泱泱一片 来提前送祝福的 学生家长 于是 你只能放弃 从大门出去的想法 转身就朝着 学校的小卖部跑去 学校的小卖部 不仅有着大量的物资 还有着各种各样的工具 是一个绝佳的庇护场所 而且现在学生们 被困在教室小卖部 这回压根就没有人 除了店老板本人 在你的记忆中 店老板是在 灾变发生几天之后 才变成了丧尸 很快 你已经来到 一楼和二楼的交叉点 离出口仅一步之遥 就在这时 一只 丧尸嗅到活人气味 猝然抬起脑袋 然后朝着你扑了过来 不过现在 灾变才刚刚开始 丧尸的行动并不是很忙 你手急眼快 挥舞起手中的拖把棍 一死犹如击打棒球一般 结结实实打在了 丧尸的头颅之上 瞬间丧尸整个身体 倒了下去 没做任何停留 你握着带血的拖把棍 朝着出口奔跑 因为刚刚的声响 已经惊动了附近的丧尸 一只只丧尸 被吸引过来 虽然自己的职业 比前世的级职业 要好上几分 但现在这个职业 既能压根就不知道怎么用 只能先找到安全的地方 好好研究一下 不能让自己 陷入危险的境地之中 在经过21秒的 生死时速之后 你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寂静的小麦布里 没有一点声音 大门敞开 老板不知道跑哪里去 你握紧拖把棍 轻轻进入了小麦布中 确认没有丧尸存在后 这才反手 将卷帘门拉下 然后再将另外一扇大门锁上 正准备坐下来休息一会时 身后突然传来的动静 你握紧拖把棍 往身后奋力一甩 只听到棍子传来的呼呼破空声 并没有听到 想象中敲打肉体的声音 干嘛突然拿根棍子 偷袭我就算了 还把我店门关了 我还要不要做生意 待会我就告诉你 班主任回头望去 是一个比较瘦小的中年男子 他靠着墙蹲下 堪堪躲过棍机 脸上带着害怕又愤怒的表情 见到是活人后 你也就慢慢放下了拖把棍 但心中依旧警惕 卧室中有时候人比丧尸更加危险 看来又是个疯子 前面也有个疯子 什么话都不说就扑过来 还好我跑得快 我寻思上楼 找点红药水擦擦 这家伙指甲真的尖 皮都给我挠破了 中年男子见你不说话 以为和之前黑灯瞎火 半路上碰到的怪人一样 抱怨一声后 接着说道行了 快让开 别挡着我开门做生意 小心我告诉你班主任 中年男子一边说 一边绕开你 打算开门 听到店老板的话后 你脸色瞬间变了药 知道丧尸病毒传染极高 只要被抓伤被咬伤 就一定会被感染 便宜是时间长短问题吧 看着店老板背对着自己准备开门 手臂上还有一道明显的抓痕 有些发黑发绿 你当机立断 手中拖把棍 身体顿时软了下去 晕倒在地 随后找了一条结实的尼龙绳 将店老板给绑了起来 虽然知道店老板一定会变异 之所以还留着它 是为了做实验 没有什么是比一只不能动弹的丧尸 更适合做实验对象 解决完店老板后 你再次检查起了小卖部 确保了每一个角落 都不可能躲得丧尸或者人 随即才缓缓放松起来 然后开始研究起了自己的职业技能 你想起了击杀笑话丧尸时 脑袋里响起的声音 随意拿起桌子上的一瓶饮料 心面一动 然后手上便凭空多出了一瓶饮料 看着多出来的一瓶饮料 已陷入沉思之中 尝试着喝了一口 是真的复制成功了 味道什么都不说 很像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紧接着你又对方便面 毛巾棒球棍扳手等进行复制 结果无一例外 这些东西都被成功复制出来 这时店老板已经完全一变成了丧尸 他疯狂地想要挣脱术 可惜他被你绑在一个结实的钢筋上 是不可能振脱出来 丧尸的力量还没有这么大 这个时候的丧尸 基本上都是最弱的 除了力量稍强于变异之前 加上惊人的嗅觉和听觉 其他敏捷性和身体的结实性都变弱 不过等待丧尸再次变异境 化身体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加强 那个时候 没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武器 对抗起来十分困难 如果再次进化 那普通人便完全没有希望 除了成功觉醒职业的人类和进化者 看着被绑起来的电脑板丧尸 你内心中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是不是也能复制 丧尸也是有技能的呀 想到这里 以缓缓举起手掌 轻轻说道 复制手上浮现出淡淡的蓝色光韵 柔和的亮光照耀着电脑板的身躯 蓝色光芒消失后 已察觉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变化 紧接着脑海中 再次想起了那道没有感情的声音 恭喜你成功复制 即被动技能 灵敏嗅觉力量增幅 灵敏听觉 在你听来 这几句没有感情的声音 在此刻却是充满了真情实感 因为自己成功复制了初级丧尸的技能 看来自己的想法是完全可行的 丧尸的技能都复制了 人类的技能还不能复制吗 还有那些变异的动植物都可以复制吗 前期可能不会太强 但随着复制的技能越来越多 那你实力会变得越来越强 直到成为最强的人 你透过窗户 看了看外面的夜空 鲜艳的血液 早已变回原来清冷的模样 但底部阴阴有了血迹 现在只有一点点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会越来越大 届时会发生十分恐怖的事情 将思绪拉回 看了一眼手机 手机上推送的一条一条的信息 此时的电力和网络还没有瘫痪 前期是可以依靠这些获取利益的 消息虽然距离灾变降临采步 去短短几个小时 但网络上已经传播疯了 各种各样新闻和短视频层出不穷 你没有过多理会 看着在不断发出低吼的电脑板丧尸 你直接找了一块抹布 用棒球棒直接捅进了那恶臭里 如果不是留着 还有点用 早就把它给解决掉 然后为了保险起见 你将小麦布的门窗全部锁死 就直接找个地方睡觉 一日随着手机铃声的响起 你迅速睁开眼 从床上爬了起来 随后握起放在身旁的棒球棒 透过门口 你眯着眼睛 把二楼扫尸了一遍 自己昨天放置在楼梯口的架子 没有挪动的痕迹 在必经之路上撒了面粉 也没有出现脚 看来 昨天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了 不过 你并没有放松警惕 而是紧握着棒球棒前往一楼 一楼有电脑板丧尸 即便被结结实实捆绑起来 但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一阵嘶哑的声音传来 看着活力依旧的电脑板丧尸 你这才松了一口气 于是安心地烧水泡个面吃 为了庆祝自己 成功活过第一晚 就在这时 关着的卷帘门发出响声 卷帘门发出声音的瞬间 你一下子握紧了棒球棒 锐利的眼睛死死盯着卷帘门 正当你猜测外面的是不是丧尸时 外头再次传来喊叫声 有没有人啊 开开门那些怪物追过来 救命啊 有没有人来救救我们 听到卷帘门外的声音 你的脸色瞬间变了 这群蠢货 知道丧尸的听力异常发达吗 这么一叫唤 附近的丧尸部都全部过来了 果然透过一楼的小铁窗 一看到了游荡在附近的丧尸 全部朝着小麦部走过 他们速度不快 但数量众多的他们 显得急剧压迫 真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此刻你的脸色十分难看 本来还打算在小麦部 待上一段时间 现在好了 这么多丧尸围观 小麦部变得一点都不安全 众所周知 零零散散的丧尸不可怕 但几十上百只聚集起来的丧尸 却是非常可怕的 他们可以凭借数量优势 直接将小麦部拆了 得抓紧时间跑出去 趁小麦部还没有完全被包围 你迅速把一些有用的物品 塞进书包 手持棒手绑 宛如鹰一般 瑞丽的眼睛 直勾勾盯着窗外的丧尸 寻找着最佳逃离时间 很快你就发现了一个突破口 那的丧尸数量较少 完全可以将那些丧尸屠杀后跑出去 深吸几口气 你猛地拉开卷帘门 刺眼的阳光 一下子照射进门外的几人 愣了一下 然后疯狂朝着小麦部 鱼露像是落水时 抓到一根救命稻草 无论有没有用 先抓到再说 谢谢谢谢 开口说话的 是一个长相较为清秀的女生 率先对你表达了自己的感谢 快关门快关门 好多怪物 好多怪物 权威怪了 蠢货还不关门 你是想死吗 等下这些怪物进来 我们都得死 就是就是 还有你明明就在里面 为什么半天不开门 是不是想看着我们死 信不信我等会 就发小红薯怪 让你身败名裂 另外两个女生 不知道是不是被外面的丧尸 吓破胆了 还是言语中充满了攻击性 你没有理会三人 而是直接走向角落里 不断挣扎的电脑板丧尸 然后笑 那笑说道 没想到你这么快 就派上用场 几人这时候才发现 小麦布里 居然也藏了一只丧尸 被吓得连连后腿 这是在做什么 你冷冷扫了一眼 他们急眼 随即淡漠道 如果不想死 最好不要在这里待着 这是什么态度 不待在这里 还能去哪里 我们还没有和你算 刚才见死不救的事情 两个女生 仿佛被你冷漠的态度气倒 当惯了版本替零的他们 怎么可能会给叶玲好脸色 你一把提起角落里的 电脑板丧尸 大摇大摆 走向两个女生 在两人眼中 踢着丧尸的你 宛如地狱来的魔鬼 他们俩双腿一软 直接摔了 底裤朝天 露出一片大好风光 你冷冷瞥了他们一眼 不想再多说什么 踢着电脑板丧尸 就朝着丧尸群奔袭而去 你要从刚刚找到 薄弱点突破 小麦布里的三人 看着你飞弹不关门 还主动踢着一只丧尸 冲了出去 都觉得你已经疯了 不然为什么会做出 如此疯狂的事情 难道他不知道 这群怪物的可怕之处吗 先前被你吓到的两个女生 见他独自跑了出去 张机立断爬了起来 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然后上前 准备将卷帘门拉下 你们干嘛这时候关门 他等会怎么回来 是他救了我们 最开始的女生健壮 连忙说道 想要阻止两人关门的举动 外面这么多怪物 他怎么可能活得下来 他想要送死 就让他送死好了 总不能让他连累我们吧 两人一口同声道 然后加快了手上关门的速度 说完还生气地看了后者一眼 还是说你想要救 他那你干脆 也一起出去好了 被两人这么一说 女生也只好作罢 经历了先前的惨剧后 他做不到为一个 见过一次面的人 付出自己的生命 即便他先前救了自己 对不住 是你自己要跑出去的 不能怪我 此刻的你 提着电脑板丧尸 已经冲到丧尸群前 激你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现在的来急 被动技能灵敏嗅觉 导致你一下子就闻到了 忽面而来的腐烂气味 盯着丧尸最薄弱的地方 以奋力 将手中的电脑板丧尸甩了出去 电脑板 丧尸在半空中 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 宛如保龄球一般 直冲前方的丧尸 一下子就在丧尸群中 为叶铃打开了一道空隙 率你健壮 兴奋喊了一声 随即手持棒球棒冲了过去 沿途那些想要触碰你的丧尸 一个个都被你爆头了 有了急被动技能 力量增幅 比爆头丧尸 变得更加简单起来 之前还需要敲几棒子的丧尸脑袋 现在只需要敲一下就好 脑浆崩裂 腥臭发黑发绿的血液 更是飞溅出来 像是喷泉一样 看着衣服上溅落的液体 你没有在意 末世中有洁癖 可不是一件好事情 现阶段的丧尸速度很慢 加上这个丧尸数量 还不是特别苦 被你强行打开的空隙 并没有及时堵上 你很快就冲了出去 冲出丧尸群的包围后 你回头看了小麦布一眼 那几个家伙的下场已经注定 小麦布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倒不是你冷血无情 对于末世中的幸存者 你的准则是能帮就帮 但涉及到自己的生命安全 实那一切都以自己的安全为主 而且小麦布里的那几个女生 一看就是没有觉醒实验的 这也意味着 他们没有击杀 哪怕是一只丧尸 这样的人戴上也会是累赘 那个家伙死定了 这么多怪物 他现在肯定已经被吃掉 叫他对本仙女这么凶 哈哈哈哈说的没错 那个家伙这么狂妄自大 活该被那群怪物吃掉 关上卷帘门的两人 开始幸灾乐祸起来 仿佛你被丧尸吃掉 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而那个心中有些愧疚的女孩 则是张大了嘴巴看着窗外 怎么可能 她没有想到你 竟然会这么凶猛 如此轻松 舅舅从上百只丧尸的包围圈 冲了出去 怎么不可能 两个女生听到声音后 也凑了过来 整个人瞬间就不好了 他们貌似得罪了一个很危险的人 更重要的是 那群丧尸并没有几个去追踪 反而是朝着他们所在的小麦布 涌来 宛如潮水 在你最后的视线里 丧尸群很快就将小麦布给淹没 接下来 该去找那些觉醒了职业的幸存者 你准备前往前世中 记忆里的一个幸存者聚集地 那有着许多觉醒职业的幸存者 可以很好帮助你增强自己的实力 教学楼附近 游荡着零零散散的几只丧尸 你手握棒球棒 手起棒落 很快就将楼下不多的丧尸 全部给清理掉 然后继续前进 穿过教学楼 就看到了学校的大门 大门前附近 干掉在大门附近的丧尸时 几个身穿学生装的男生 从教学楼里冲了出来 身上沾满了不少未知液体 看起来极为狼狈 好起来 趁现在这些怪物数量不多 我们几个一鼓作气冲出去 去找其他幸存者会合 为手一人手拿铁管 大声吆喝着身后几人 他的声音 显然被附近的丧尸听到了 一个个都围了上来 黑漆漆的眼眶 加上腐烂的身躯 让人看了就感到害怕 但几人可以从教学楼出来 肯定是不害怕区区几只丧尸 甚至他们几个 可能都是觉醒了职业的职业者 只见为手一人 手中的铁管 一下子便大了数倍 然后猛地朝袭来的丧尸打去 眨眼的功夫 几只丧尸便纷纷倒地 你看到这一幕 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这技能看上去很厉害 得复制过来 战斗还没有结束 除了为手之人 其余人也都各有技能 一人手持锅盖 身前出现一个巨大的盾牌虚影 一下子就挡住几只想要偷袭的丧尸 另外一人 则是不知道从哪里掏出几颗弹珠 双手一甩 数颗弹珠就这样直直飞了出去 将几只丧尸直接给爆了 不远处的 你看着这几人的技能 心中颇为易动 虽然这些技能并不是特别强大 但对于现在的你来说 已经很好 于是 你便加速冲了过去 来到了几人身边 手中棒球棒 奋力敲击 将几只不长眼的丧尸全部爆炸 你的突然到来 让几人吓了一跳 不过几人当看到你的战斗力时 几人一下子就知道了 你也是一名觉醒了职业的神 并没有排斥夜灵的突然加入 几人对于你的到来 没有多问什么 只是互相默契的配合 然后慢慢朝着门外前进 当他们离校门口 就差一步之摇石 突然大叫一声 不等手持铁管那人反应 你立马将其往身后一扯 然后挥舞着棒球棒 砸了下去 只听得砰的一声 一只丧尸从天而降 如果不是你反应及时 把人扯了回 那丧尸绝对会成功攻击到铁管弹 扯回铁管弹后 一个棒球棒皆是砸了下去 但并没有出现夜灵想象中的暴力 而是感觉到自己无法振发麻 你不敢相信 看向棒球棒下的丧尸 要知道金属棒球棒是非常硬的 加上力量中 绝对可以很轻松将丧尸的脑袋给打爆 可眼前这只丧尸 不仅并没有被打爆你 反而让你感到骨口发麻 你瞳孔一缩 想起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普通丧尸 的确抵挡不住他的迷茫 但眼前的丧尸 不是普通丧尸吗 要知道 丧尸同样是有等级之分 初级丧尸之上 就是中级丧尸 同时 中级丧尸 有着三种不同的分支 第一种是力量型 力量进一步增强 且全身变得极其坚硬 特别是脑袋 像是知道自己脑袋重 脑袋是整个身体里最坚硬的步 第二种就是速度型 它们有着很快的速度 但力量和身体强 比较初级丧尸相差无几 但能够轻易追上猎物并击杀 第三种则是智慧型 这种丧尸力量和速度都不行 但却初步有了智慧 可以指挥丧尸行动 眼前的丧尸 很显然属于第一者 力量型的终极丧尸 看着眼前的终极力量型丧尸 你感到十分不解 明明现在才栽变第二天中 极丧尸这么快就冒出来了 还是说 前世的确存在这只终极力量型丧尸 只是自己不知道 毕竟自己前世朵朵藏藏 没有见到这只丧尸很正常 以后彻一步 靠着几人说道 这只丧尸和普通丧尸不一样 大家小心 铁拐男心有余悸地 看向终极丧尸 然后给你送去了感激的眼神 兄弟我叫李安 刚才多谢了 还不知道兄弟叫什么名字 我叫叶灵 我们现在得想办法解决掉 否则我们谁都走不了 以锐利的眼睛 死死盯着终极力量型丧尸 随时防备这个家伙 突然爆起 李安文言点了点头 然后朝着身旁两人到 小胖已随时举盾保护鹰眼 以寻找合适实际攻击那只怪 虽然小胖和鹰眼 面对这只奇怪的丧尸 有吓害 但出于对李安的信任 他们选择听从李安的安排 很快做好了战斗准备 小胖手持大锅盖盾牌 虚影若隐若现 鹰眼则是双手 肩夹着弹珠 随时准备发射出去 你用余光看了看身后三人 猜测小胖的职业 应该是和肉盾相关的职业 不知道是最普通的战士职业 还是高阶的盾战士职业 或者干脆是其他稀有职业 鹰眼用弹珠进行攻击 且杀伤力十分强大 多半是远程职业弓箭手相关的职业 亦或者也是一种稀有职业 而李安不用多说 这种可以将物品变大的职业 肯定不是普通职业 可能是级 甚至以及职业 但不论怎么样 这三个人的技能 你全都要 你默默靠近 李安手上发出微软的光芒 恭喜你成功复制 即主动技能基础背话术 你可以将任何物品背话 练习到一定程度 你将可以背话自己的身躯 听到脑海里的声音后 你心中激起了一片波澜 果然和自己猜测的差不多 李安的职业势 急到极致 可以啊 看来前面可以跟着李安走上一段路 等他完成禁忌后 技能或许会有一番大变 就在你想要复制小胖和鹰眼的技能时 那只终极力量型丧尸 突然冲了上来 黑漆漆的眼眶 很是渗入腐烂的气味 从嘴巴里喷了出来 你手机眼快 一棒球棒 奋力砸了过去 可以说 吃奶的劲都用上 但这只终极力量型丧尸的脑袋 依旧完好无损 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也就是 被稍微击退了几 李安也没有闲着 手中被画的铁管砸了出去 硕大的铁管擦过进风 夹杂着阵阵破风声 一下子 就打进了终极力量型丧尸的门 哼只听到一道金铁之声响起 铁管结结实实 砸到了终极力量型丧尸上 硕大的铁管 直接把气击飞了 硕大的铁管上 还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凹痕 足以可见 这只丧尸脑袋的监狱 小胖和鹰眼 看到这只丧尸 被结结实实打飞后 以为胜负已定 刚想要欢呼时 却见那只丧尸 只是在地上躺了一会后 又重新爬了起来 他的脑袋上 有着一道浅浅的凹陷 他的确被伤到 又没有完全伤到李安的背法 铁管威力很大 但李安本身的力量不是很大 所以造成的伤害很大 终极力量型丧尸 发出巨大的吼声 自他进化以来还没有 什么生物伤到他 眼前那只食物居然伤到他 这让他有些愤怒 随着他嘶吼一声 他双腿肌肉绷紧 然后猛地一蹬向地面 地面开裂出一道口 身体迅速飞 终极力量型丧尸 宛如一颗出糖的炮弹 直直轰向你们几人所在的位置 呼呼破风声在你的耳边响了起来 健壮小胖 用不符合他身躯的速度 穿过你和李安 挡在了面前 拿着一个锅盖顶在了面前 巨大的盾牌虚影浮现 有黑的锅盖发出银色光芒 钢铁之盾 小胖歇斯底里大吼一声 盾牌虚影立马发生了改变 钢铁之刺浮现在了盾牌虚影之上 看起来坚不可摧 终极力量型丧尸 直直撞上 强大的力量 迫使着小胖节节后退 即便没有突破小胖的防御 强大的反作用下 小胖还是受了不小的伤 呼呼呼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小胖有些疲惫地看向你 安哥这个家伙 真的很难缠 我们还是找个实际跑吧 李安文言 脸色阴沉了下 本来是打算出去 和其他幸存者会合 没想到这才到校门口 就遇到这样强大的 你没有说话 悄悄地靠近小胖 手上发出微弱的光芒 很快就复制到了小胖的技能 恭喜你 成功复制及主动技能钢铁之盾 可以召唤出盾牌 吸引抵挡来自敌的攻击 防御力随着装备升级而升级 恭喜你 成功复制及被动技能钢铁皮肤 你的皮肤宛如钢铁一般 防御力得到巨大提升 听着脑海里的两个级技能 你心中有些欢喜 没想到两个都是增强防御的 技能十分适合 现在 有了小胖的两个防御类型的技能 你的自保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对付眼前 这只终极力量型丧尸 有着更大的把握 这还没有完 鹰眼的技能 可是还没有复制 等复制过来后 无论近战还是远程 你都有相应的技能 简直不要太爽 终极力量型丧尸落地后 小胖的盾牌也消失不见 气喘吁吁 挡在队伍身前 没有了钢铁之盾 它还有着钢铁皮肤 防御力同样惊人 让我来试试 鹰眼手中弹珠齐发 十颗弹珠修修修 从手间飞出 不过让你感到奇怪的时候 只听到弹珠的声音 却是看不到弹珠在哪里 当当几道清脆的响声传来 终极力量型丧尸的脑门上 出现了十颗弹珠 声音很小 痕迹没有多少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伤害有点低 不过正在偷袭来用 十分完美 你心中暗暗评价 然后悄悄靠近鹰眼 复制技能再次发动 恭喜你 成功复制及主动技能隐秘之剑 射出的箭矢 自带隐身效果 且带有追踪效果 如果没有箭矢 十子飞镖弹珠树叶 皆可当箭矢使用 杀伤力会变形 恭喜你 成功复制及主动技能侦察之眼 你有着一双锐利的眼睛 可以精准找出躲藏在暗处的敌人 可以发现敌人身上的弱点 请好好利用这份技艺 果然是远程弓箭手职业 就是不知道是哪种弓箭手 弓箭手职业也是有许多分支 比如最普通的极剑系弓箭手 和极以上的元素弓箭手 安哥这个怪物 真的很难缠我 得攻击对他基本没有效果 鹰眼冷冷说道 眼神中满是忌惮 觉醒职业女 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几手的怪物 可以说 因为没有衬手的武器 毕竟他的职业是弓箭手 没有弓和剑的弓箭手 还叫弓箭手 不过鹰眼觉得 即便有弓和剑 他对眼前这只丧尸的杀伤力 也是极为有限 这让李安本就不好看的脸色 愈发难看起来 难不成这次真要栽到这里 好不容易从教学楼中杀出一条血路 又要在这里折戟 就当李安思考对策时 你出声说道 我有办法对付他 但你们必须得配合 李安文言迟疑了一下 可是他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只能是选择相信你 好接下来 我们三个都听了 你需要怎么配合 小胖和鹰眼 对你不太感冒 和李安发话 他们也不好反驳 他们自己同样没有什么好的主意 索性死马当活马 硬以一双眼睛 发出淡淡的光芒 立即即能侦察只眼发动 很快就找出了其的弱点 终极力量型丧失的身体十分坚硬 特别是是脑袋 但身体内部极为脆弱 比如嘴巴张开的时候 就是极大的扩展 还有眼睛这个部位 得知弱点后 你马上展开了行动 先是对李安说到 等会他冲过来的时候 你记得把他给打飞 务必保证一段安全距离 请交给我了 李安听后点了点头 这点他还是能做到 只要铁管不坏 他能击飞那只丧尸很多次 小胖你的要做的 就是李安反应不过来的时候 即使挡住他 小胖同样点了点头 手持锅盖 手在挤人前样子 有点滑稽 鹰眼你的话就配合我 我让你攻击哪里 就攻击哪里 可以做到吗 你看像鹰眼说到 可以鹰眼冷酷说到 分工完毕后 那只终极力量型丧尸 便冲了过来 仿佛就是为了验证你说的 在他冲过来的时候 李安手中铁管再次变亮 一下子就将铁给打飞 清脆的金铁声响起 终极力量型丧尸身体倒飞了出去 同时你也跑了出去 手握棒球棒 双腿肌肉鼓起 瞬间 接近着倒飞出去的 终极力量型丧尸 带骑快落地时 一棒朝着他的后脑勺 猛力敲击 砰的一声 他的身体便再次飞了出去 这次的目标是 飞向了李安塔 小胖挡住你 大喝一声 然后从背后再次奔袭过去 这时候 李安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你做的一切实在太快 他的铁管都还没有收回 那只丧尸就又回来了 早就做好准备的小胖听后 立刻站了出来 手持锅盖挡在了李安面前 巨大的钢铁盾牌虚影浮现 在前方形成一道结实的墙壁 终极力量型丧尸还没有接近 几人便重重撞上了盾牌虚拟 然后缓缓滑了下来 终极丧尸滑下来的瞬间 你已经跑到了他的下面 不是哥们 你这是做什么 李安几人心中 升起大大的疑惑 不等几人反应 你就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 只见你手持棒球棒 一把套住了终极力量型丧尸的脖子 双脚一蹬 踩在了他的背上 然后将整个身体拉直 李安几人见状更加疑惑 不明白你这是在干嘛 要知道 丧尸是不可能缺氧死 这招对付 普通人可以 你对付丧尸就有点蠢了 何况 这只丧尸 还是一只非同一般的丧尸 你没有理会李安几人的眼神 而是奋力将终极力量型丧尸 往后拉着 终极力量型丧尸 此刻像是被你激怒一样 一张心臭的骨盆 张开得大大 十分害人 闻到这令人作呕的气味时 你果断大叫鹰眼 给我把弹珠射到这家伙的腿 鹰眼也早就做好了准备 手上的弹珠飞了出去 齐刷刷落在了终极力量型丧尸嘴 为了防止终极力量型丧尸 将其吞咽下去 你悄悄使用了被划 将里头靠近喉咙的几颗弹珠变大 一下子就堵住了齐的喉咙 之所以不全部被划 那是因为 你怕被李安他们看出来 毕竟这技能不说很像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在堵住终极力量型丧尸的轨道后 他就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还没有结束 你身体依旧紧绷 不过终极力量型丧尸力量很大 你抢占的先机再慢慢失去 身体一点点对终极力量型丧尸拉 丢失很快就不在 你咬牙坚持 对抗着终极力量型丧尸的强大力 手臂和腿部肌肉抱起 轻轻看上去是下 现在就差关键一步 你看着近在咫尺的还在发愣的李安 连忙大吼 还愣着干什么 把你的铁管丢铲进来 李安很快回过神来 手中铁管往前一躺 直接捅了进来 弹珠有的往上挤 有的从脸颊两边戳 极为吓人 将铁管捅进去的瞬间 李安大概明白了 你是想要做什么 基础被划束 只见在终极力量型丧尸嘴巴里的铁管 一下子变得 硕大污染后 巨大的铁管 直接冲破了终极力量型丧尸的嘴 废话还没有结束 铁管还在持续变大 直到穿破了终极力量型丧尸的脑袋 脑将崩裂 腥臭的不明液体刺剑开来 紧接着 你身体一软 直直倒了下去 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手臂和双腿一阵发酸 刚刚真的是太过于惊险 但凡自己撑不住 或者李安他们不给力 你自己很可能就死在 这只终极力量型丧尸的手上 幸运的是 一切都按照夜灵想象的剧本发展 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你全身都被汗叶打湿 黏糊糊的汗叶 看着倒在自己身旁的终极力量型丧尸 你不由笑出了声音 哈哈哈哈 过瘾啊 李安几人同样笑了起来 他们刚才 可是一起干掉了一只不得了的怪物 李安笑过之后 一把将你拉了起来 兄弟你这太牛了 这样的办法 你是怎么想到的 没什么 这是我的技能之一 我能够察觉到他的弱点 你谦虚说道 听到你提起自己的技能 李安立马来了兴趣 对了兄弟 你觉醒的职业是什么样 不等你回答 李安便率先开口说道 像是表达自己 我是级职业巨化石准 目前只有一个级技能 基础对话 小胖是级职业钢铁守卫 有两个级技能钢铁之盾 和钢铁皮肤 鹰眼的话 是级职业巡灵射手 一个级技能侦察之眼 和一个级技能隐秘之剑 一旁的鹰眼闻言 刚想要阻止李安 嘴快的李安 已经把他们的底线全部抖了出来 这让鹰眼感到十分的无奈 不是他心思多 只是现在这个时候 把自己的底细全盘拖出 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就算夜灵先前救了他们 小胖倒是没有什么心思 觉得无所谓 他认为这个时候 他们幸存者 就是应该互帮互助 将自己的技能说出来 这样更加方便合作配合 李安说完后 一脸期待看着你 想要知道 夜灵究竟是什么技能 竟然可以看出敌人的弱点 不好意思 我目前不方便透露 只能告诉你 我有能够看出敌人弱点的技能 以及我的力量很大 这两点 想必你们已经看出来了 你充满歉意的笑了笑 说到没有打算 把自己底气全盘拖出 即便李安已经接了 自己的保底出来 末世里你十分谨慎 不管李安多么有诚意 你都不会说出 自己的真实职业合技能 好吧 李安以为 你有什么难言之意 便不再多问什么 鹰眼则是十分谨慎盯着他 觉得这个人的心思很重 戒备心很强 对了兄弟 我们打算去新联新大超市 那有聚集着 大量的幸存者服务资 要不要一起过去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我们也好生存下去 李安对你发起了邀请 你瞳孔微微缩了起来 前世里西乡市的新联新超市 幸存者聚集地非常充裕 基本上在西乡市 称得上最强的幸存者聚集地 就算放在整个西乡市 依然名列前茅 没想到这个时候 新联新超市的幸存者聚集地 就已经存在了 要说想不想去 那是肯定想去 那已经有不少的幸存者聚集 他们还在网络上发出了邀请 邀请幸存者 一起进入新联新超市 我们从教学楼出来 就是为了这个 怎么样要不要一起 李安以为你不知道 所以便又给解释了一遍 然后再次发出邀请 好正好我也没有什么食物 就一起去吧 你假装思考一下 然后以食物不够充当理由 一起前往新联新超市 我就知道 刘兄弟会和我们一起上路 有了兄弟的帮助 我们接下来的路很好走 很多李安见你同意了 十分高兴 临走之前 你捡起了终极力量型丧尸之前 掉落的一块小狮子一样东西 偷偷放进我 这是后续应该非常重要的东西 且在新联新超市就能用了 因为血液很快就要出现第二次 世界上的各种生物将再次迎来进化 后面不仅会大量出现 中级级丧尸和高级丧尸 甚至狮王都有可能诞生 人类这边也会得到许多好处 这小狮子就是关键中的关键 新联新超市中就有这么一个关键因素 听闻第一个打开它的人 会得到莫大的好处 很快你们就来到了新联新超市 不过就在你们成功进入超市时 几个大汉就将你们团团围了起来 听你们几个先把衣服脱了 让我们好好检查一下 身上有没有被要痕迹 对此 你们是十分佩服 李安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满 脸上同样带着笑意 你没有发言 而是在冷静观察四周环境 看看有没有遗漏的你 最重要的是 第二次血液的关键 就在某个地方 你要找到它 里边请我们 君哥想要见见你 为首之人把手伸出 准备带着你们上楼 君哥你听到这个名字愣了一下 脑海中 很快就浮现出一个 身材有些矮小的 君哥全名陈君 是新联新超市幸存者聚集地老大 同时是西乡市里最强大的职业者 职业不祥 但前世所有人都猜测其的职业 至少是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称霸西乡 是如此之久 想着陈君那神秘的职业和技能 你心中隐隐有些激动 要是复制过来 那自己是不是一下子 就变成西江 是最强大的职业者 李安没有多想什么 既然这里的主人邀请他去 他肯定是会去 好像在他心里 就不需要防备别人一样 阴眼则是有些谨慎 衣袖中藏着数量不少的弹珠 一旦出现什么意外 那他就可以及时出世 小胖的新颖子和李安差不多 都是属于那种没什么新颜子 李安要去 他就跟着去 就这样 在新联新超市幸存者的带领下 你们走上了新联新超市的最高层 里边这时候已经大变模样了 不再是琳琅满目的商品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简陋的防御工事 以防哪天丧尸突然闯入 走到一个房间前 带路的人恭恭敬敬敬敲了敲房门 低着脑袋轻声道军歌 今天来的人我给您带过来了 没过多久 里头就传来一道浑厚的声音 让他们进来吧 房门打开 里头温暖的灯光射了出来 房间的布局颇为温馨 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毛绒工 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女孩的房间 这让你不 惊傻眼 难道这陈军是福瑞控 还是绝世大猛男 陈军端坐在椅子上 外貌看起来十分平凡 身材也是极为普通 甚至可以说 有点瘦弱和矮小 是从哪里过来 陈军坐在椅子上 十分随和 说到一点 不像是首领 而是像一个和善的臣 我们都是从矿园中学过来 我们都是 那个学生 李安率先开口 陈军听后来了一次兴趣 他没有想到 今天来的这批幸存者 居然会是一群高中学生 要知道 他这里的幸存者 可没有一个学生 哈哈哈哈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这样的时候 你们还能从学校跑去 足以说明你们的实力 陈军夸赞了一句 然后接着开口说道 对了 你们各自的职业和技能是什么 这样下次外出 可以安排得更加合理 李安这边刚想回答 就被鹰眼拦住 第一次见面 就要询问他们的职业和技能 他们之前可是一点都没有接触 不了解气斗尾 鹰眼 怎么可能放心将自身的职业 告诉陈军 不等李安发出疑问 鹰眼站出来说道 不好意思军哥 这些都不方便透露 安排外出的话 我们四个配合就好 就不劳烦军哥了 此话一出 陈军手底下的人 明显的脸色一变 纷纷感叹于 你们竟然如此不给军哥面 同时对你们有了许泄迪 在鹰眼说完话的一瞬间 一个侦察只眼赫然发现 锐利的眼睛宛如雄鹰一般 虽然陈军隐藏得很好 但他的眼神中 闪过的一丝美 还是被你直接捕捉到 此人绝对不简单 你们什么意思 星连星超市是军哥的地盘 军哥询问你们 是为了你们好 你们几个毛头小子懂什么 合理安排分配 万一出了点什么事 你们能负得起责任吗 陈军的部下纷纷开口说道 个个脸上满是愤怒之色 在这个时候开口了 声音冷淡 听不出什么感情 不好意思 我们不太习惯 把自己的性命交给别人 所以无可奉告 如果你们不喜欢 我们现在就可以离开 这什么意思 威胁我们 陈军的一个手下 立马大声喝了 并且身体同时动了起来 看样子是想要动手 其他人眼神同样不对劲 一件状立马眯起了眼睛 手中棒球棒握紧 只要那人接近自己 自己可以很快攻击到 李安和小胖看到这样的场景 想要说点什么 他们不想和这群人发生冲突 却是被鹰眼一个小动作阻止 鹰眼觉得你说得很对 现在这个时候 不能轻易相信别人 把自己都底气全盘拖出 那就是相当于把幸运交给鹰眼 阻拦李安他们的时候 弹珠已经出现在了双手之间 随时可以发起攻击 就在局势一触即发之陈军终于是开口 他的脸上依旧带笑 丝毫没被你和鹰眼的话影响 声音十分和谐 好了不要为难这群小朋友 他们说的也有道理 人家出来乍道 对我对我们 不信任是应该的 等慢慢熟悉 我想他们会自己说出来 君哥有的人不甘心 看着君哥说道 他还是觉得 教训一下子这群毛头小子才行 闭嘴陈军的声音很低 但言语间充满了不容质疑 让刚才那人一下子就老实了 不敢再说什么 把脑袋低得下下 对不住了 是我管教不方 让你们笑 你们不用说出自己的职业和技能 等你们哪天想说了再说 也是不迟 对了 你们以后就住在第三层 我会单独给你们四个安排一个房间 食物什么的 兜兜会有人给你们送去 不用担心 要是不够吃 跟他们说一声 我会给你们加的 陈军训斥完那人后 便看着你们说道 言语中满是关怀 让人觉得 他是一个大好人 好那就多谢君哥了 你朝着陈军拱了拱手 应该的陈军脸上依旧挂着笑意 然后让人带着你们前往第三层 等你们离开后 一道漂亮的身影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 君哥就几个小屁孩 干嘛对他们这么好 似不听话 刚才就应该教训教训他 让他们知道 这里谁才是老大 说话之人是一个 长相极其漂亮的人 交好的五官 让人不忍挪开视线 烈焰般的红唇 充满了魅力 只见他 缓缓将一双脸偶般的手 轻轻放在了陈军的肩膀 然后将脑袋 靠在了陈军的耳边 烈焰红唇微微张开 无妨这几个学生 能从学校走出来 还安全到了这 这说明 他们的职业和技能 一定不简单 不能这么快就起冲突 两败俱伤 不是我想要的 陈军闻言 用手拍了拍后者的手 随即眼神变得灵练 当然了 要是这几个小子 不安分老实 我肯定会杀了他 就算要付出一些代价 陈军说完 一双粗糙的手 在后者身上上下起伏 所过之处 皆是润滑无骨 好了以后 这就是你们的房间了 老老实实待在这里 不要乱跑俗 则的话 有你们好果子吃的 那人恶狠狠警告了你们后 就你看 你看了看这所谓的房间 其实就是超市原先 堆放货物的点 现在不过是 临时铺上几张纸盒子 就算房间了 叶粒鹰眼 你们俩刚才那是干嘛 怎么这么快 就和军哥起了冲突 一到房间 李安便忍不住 询问叶粒和鹰眼 他有点想不通为什么 安哥 你别这么容易相信别人 陈军他不是一个 简单的角色 我们的底细 怎么能随意暴露给他 鹰眼叹了口气说道 李安哪里都好 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 前有叶粒 后有陈军 军哥看上去人很好 说话和和气气 一看就是一个好人 还让人给我们 准备房间和食物 李安十分不解 明令陈军言行举止 都是一个好人 一点没有坏人的样子 好了李安 你就不要反驳了 鹰眼说的对 陈军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 他前面明明一开始 就能阻止那些人 偏偏等到最后才开口 你说这是为什么 你缓缓开口说道 为什么 一旁的小胖 茫然摸了摸脑袋问道 他是真的稀里糊涂的 我明白了 被你这么一提醒 李安也有点反应过来 以陈军的威严 其中不免有打压威胁的意思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李安有些懊恼地挠了挠头发 把本就不好看的头发 便乱糟糟 在知道了陈军的为人后 李安已经有想离开的想法 又不知道能去哪里 总不可能回学校 外面的丧失太多了 他们能够平安抵达 新联新超市真的很不容易 且这里有着大量的幸存者 还都是职业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安全是有保障的 不急 我们先看看陈军在网上发布的信息 会被很多人知道 后续还会有不少等待者 等人逐渐多起来的时候 这汤水就浑浊 水变得浑浊的时候 下水摸鱼最合适不过 你脸上不禁露出笑容 心中已经有敌 你打算待在新联新超市 等待一个变主 届时趁着困 可以得到最多的好处和利益 说不定还能将陈军给拉下来 你对陈军那神秘的职业和技能 是非常感兴趣的 阴眼听后 深深看了你一眼 他大概猜到 你是个什么想法 他心中有些想法 和你是不谋而合 新联新超市占地面积很大 各种物资应有尽有 是充当庇护所的绝佳位置 就这么离开 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所以 叶琳的想法是很正确的 我赞同叶琳的想法 阴眼直接开口说道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暂且留在这里吧 李安见阴眼都表态了 他索性不再去想这件头疼的事 直接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那就是 听叶琳和阴眼的 留在新联新超市 小胖这个人 更是没有什么主见 安哥和阴眼都觉得留在这里好 那他自然是不会反驳 由于劳累了一天 叶琳他们都感觉到十分疲劳 于是在简单吃点东西后 就开始休息 当然了 这是在别人的地盘 他们不敢睡得太死 武器都放在了身边 只要发生什么意外 他们可以很快进行 夜逐渐深浪 清冷的月光透过玻璃照射在了空 荡的新联新超市内 半睡半醒间 隐隐约听到了什么声音 向来谨慎的你 立即握住了身旁的棒球王 一双锐利的眼睛 死死盯着房门 看到了门把手悄悄转动 声音非常微弱 甚至普通人根本就听不到这个声音 你缓缓爬了起来 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也没有叫醒李安他们 因为他们醒来的话 肯定会发出声音 轻轻挪动着身体 躲在一个漆黑的角落 那个位置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门外的场面 门把手完全转下时 房门打开 微弱的光线照了进来 会是谁呢 你心中泛起疑惑 脑海中浮现出了陈军的模样 会是他吗 等了好意会 外头都没有动静 你都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看错了 就在这时 一只黑影落下 你看到后 并没有因为自己猜测是对你高兴 反而是一脸不可思议 揉了揉眼睛 这特么是个什么东西 这玩意怎么看都像一只老鼠 你特么合着自己提心吊胆这么久 结果给我来一只老鼠 正当你放松警惕之际 身上呼得起了一堆鸡皮疙瘩 汗毛根根树驴 要知道 卧室里的老鼠 可不是那么弱小无助 那可是便衣兽 比丧尸这种东西强太多 况且会自己开门的老鼠能吃什么 捕老鼠 你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扫地 有些惊恐地盯着眼前的老鼠 奇怪便衣的老鼠 不应该这么想 这和普通老鼠相比 也就大了一点 手中棒球棒握紧 立即主动技能侦察只眼发动 你要看一下 这只老鼠 究竟是何方神圣 这只老鼠像是没有势力的 它先是 用鼻子朝着你所在的房间 嗅嗅 然后身形一顿 像是发现了什么 然后猛地转身就逃 这家伙发现我了 果然不是什么普通老鼠 十有八九说 特殊的便衣老鼠 你见状立马追了出去 好动都声音 将李安他们惊醒 他们睡得也不是特别深 怎么了怎么了 什么情况 夜里你拿着棒球棒跑出去干嘛 你这是去哪里 李安和鹰眼 以及小胖同时出生 询问 黑暗中 他们看见你如灵大敌的模样 瞬间让他们惊醒过来 个个立马 做好了战斗准备 你没有回答李安他们的话 因为这个时候 你已经跑了出去 追着那只老鼠 奇怪这里晚上没有人直感 你一边追着老鼠 一边观察着四周环境 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 那只老鼠的速度很快 快得简直不像老鼠 这让你更加断定 绝对是便衣老鼠 星连星超市三层还是挺大的 不知道追了多久 终于在超市的死角 追上了那只便衣老鼠 你手中棒球棒 夹着破风声呼响 想要一棒就将其砸死 眼看棒球棒就要砸中它的时候 一遍哭声 那只便衣老鼠哭得倒下去 从它脑袋里 飞出了一只硕大的蟑螂 你的棒球棒结实呢 将倒下去的便衣老鼠 给砸成了肉 一点都没有便衣兽的实力 看到 这只所谓的便衣老鼠 轻而易举被自己砸成了碎物 你很快意识到 这只老鼠 可能就是一只稍微肥一点的老鼠 并不是叶灵想象中的便衣老鼠 真正的便衣兽 可能是刚才从它脑袋里飞出来的蟑螂 那只硕大的蟑螂从老鼠 的脑袋里飞出来后 就朝着你的方向飞了过来 速度很快 翅膀呼呼发出声响 一看就不是一只普通的蟑螂 你注意到 这只蟑螂是朝着自己的脑袋飞去 这个家伙是想故技重施 想从操控老鼠 变成操控自己 当即侦察只眼发动 预判它的的飞行轨迹 然后棒球棒 以极快的速度挥击出去 精准命中了 那只飞行的变异蟑螂 变异蟑螂的身体 结实性远远超出你所料 奋力一击 竟然没有把这只变异蟑螂敲碎 只将它击飞到了墙壁之上 被击飞到墙壁的变异蟑螂 并没有停留太久 而是重新起飞 不过它这次的目标不是你 而是一个细小的缝隙 变异后的蟑螂 穿过那些小小的缝隙 很快消失在了你的视野之中 为了防止你继续跟来 还释放出来一股绿色的雾气 你看到雾气的瞬间 立马遮住了 变异兽的雾气 绝对不是简单的雾气 不是有毒就是有毒 不能够掉以轻心 你一边捂着口鼻 一边迅速后撤 远离那块绿色的雾气 该死让这个家伙跑掉 你十分眼馋 这只变异蟑螂的技能 可以操控生物的技能 怎么看都不简单 起码是个大级别的技能 那层绿色的雾气 恐怕也不是简单的雾气 都很好的技能 只是非常可惜 没有把它的技能复制 复制必须要和复制对象 离得很精彩 否则是不能复制 看着逃走的变异蟑螂 你有些担心 看着那块区域 你不怕一只变异蟑螂 就怕有着一群的变异蟑螂 要知道 蟑螂是不会单独出现的 不然 出现一只 那绝对会有一窝蟑螂 俗话说得好 你要是白天都可以看到蟑螂 那说明 你家已经住满了蟑螂 虽然现在是晚上 但这句话还是很实用 况且 蟑螂的繁殖计划 变异后 说不定还会加快 届时 这新联星超市 恐怕会变得不再安全 待雾气消散后 你重新看向了 那具老鼠尸体 发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用 看来真的只是一只 普通的老鼠 这让你稍微有些失望 不知道这里 有没有变异老鼠的存在 前世里变异的老鼠相当凶猛 他们依靠着吞噬丧尸和职业者 一步步进化 到最后 进化出了变异鼠王的存在 这给那时候的西乡市 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回去的路上 你碰上了李安他们 你刚刚这是追什么东西去 怎么这么久 追一只老鼠 你挥了挥手里的棒球吧 老鼠李安等人十分不解 一只老鼠 有什么好追的 准确来说 是一只被变异蟑螂控制的老鼠 你给李安他们解释了一下 毕竟他们现在并不知道 变异兽的存在 变异蟑螂 你在说些什么跟什么 李安等人还是不懂 就这么说吧 那群丧尸 就是我们普通人变异后的存在 平日里那些动植物 同样会变异 他们变异后 就是变异兽 当然了 这是我自己的叫法 不同于丧尸 这群变异兽 比丧尸强大太多 而且 他们吞噬丧尸 就可以使自己进化到 更高层次的存在 你耐心地给他们解释了一遍 李安等人这才恍然大悟 发现那里躺了一群人 不知道是昏迷了还是死了 我们现在要不要去看看 李安突然说到 李文言脸上浮现出一抹疑惑 刚才他还奇怪 这一层竟然没有人知 原来都昏迷或者死 走我们现在过去看看 你看这如同尸体一般 躺在地上的紧 脸色难看起来 这群人是陈军的手下 李安和鹰眼他们的脸色 同样不好看 他们谁都没有想过 自己只是睡了一觉 这些人就无缘无故地死去 你小心翼翼 把他们的衣服掀开 检查一下 他们的身上有没有伤痕 发现这群无一例外 都是没有任何外伤 好像就是在安翔的睡梦中死亡一样 于是 你主动激活级技能侦察之眼 原来 这里的人都是 死于那只便衣蟑螂之手 就算不是他 那也一定是他的同伙 紧接着 你一次走过每一具尸体 想要实验一下 能不能从尸体上复制技能 结果复制失败了 看来他是不能从尸体上去复制技能 这让你稍微有点失落 还有上次 那只终极力量型丧失的技能 你也没有复制到 不是不想复制 而是那时候没有机会 但凡失误一次 那别说复制技能 自己都不知道会怎么死 发现了什么 李安几人围了过来询问 嗯 算是有点发现 你没有打算瞒着他们 当打算和他们说一下 自己发现碎屑的事 尸体身上就响起了手机灵声 上面显示的是军歌 估计是陈军吧 小胖 看了一眼手机屏幕 然后念了出来 新连新超市的军歌只有一个 那就是陈军 你有些愣住 难道 这里死了一个 对陈军比较重要的人不成 毕竟陈军不可能 给一个小弟打电话 除非这个小弟 是小弟中的老大 也就是小童目之类 要不要接啊 安哥林哥 小胖看着手机屏幕 又看了看叶琳和李安 他实在是拿不定主 不知不觉间 小胖对你的窗户都改变了 改成了和李安一样的林哥 只不过李安的名字 在他这里上 永远排在你前 叶琳你觉得呢 这里死了这么多人 万一那个家伙 认为是我杀的 李安皱着眉头说道 经过你的提醒 他觉得陈军并不是一个好人 接吧 咱们深正不怕影子先 就算他怀疑我们 也不能把我们怎样 我们四个相互配合 不说杀了他 但起码可以安全地走出 你思考了一会后说道 好那我接了 小胖点了点头 然后接通了这头电话 接触的瞬间 电话那头就传来了 一阵淡然的声音 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那群毛小子怎么样 没有不安分吧 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 你和李安几人互相对视 林刚想说话 电话那头就又来了声音 你那边怎么这么安静 你怎么不说话 君哥你率先开口说道 是你你把他们怎么样了 他们人呢 听到电话那头 不是自己的小弟 陈军并没有感到慌乱 而是冷静询问 君哥告诉你一件不幸的消息 他们这批人已经死了 你没有和陈军绕什么圈子 开门见山说道 我陈军貌似没有得罪你们吧 就算我得罪你们 你们也用不着对我的部下动手 直接找我不好 陈军的声音中依旧听不出什么情绪 语言中更是表现出一副好大哥的名 不关我们的事 他们是死于其他东西之上 李淡淡说道 对于陈军丢的这口锅 自己自然是不会悲伤 等着电话那头的陈军 没有多说什么 很快就挂断了电话 紧接着 手机就传来了嘟嘟的声音 他估计来找我们了 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提醒了一下众人 很快 房间外头没有不多久 就传来了脚步声 搁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上来 就抱着一具尸体大叫 正是那具身上带着电话的尸体 说 是不是你们把我哥杀了 还没有叫多久 愤怒的神情浮现在了脸上 你哥的死哥 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 小胖看着那人 不分青红皂白 就说他们杀人的 汉子 放狗屁这层楼 救你的是外人 我哥不是你们杀的 还能是谁杀的 那汉子根本就不听小胖解释 直接对小胖动起了手 没有使用职业者的技能 只是简单地朝着小胖挥去 小胖哪里想到他会突然发难 压根就没有反应过来 眼睛下意识闭上 脑海中开始想象 这一拳该有多疼 眼看拳头就要砸到面门上之时 你出手 一下子就控制住了对方的拳头 强大的力量 使得汉子动弹不动 你掉撒开 汉子大怒 额头轻轻根根抱起 但无论他如何用力 都无法把你的手臂甩开 这是你逼我 汉子本来不想使用技能 但你的力量 实在是出乎他的预料 一个看起来毛都没有长齐的家伙 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无子 助手陈骏的声音 及时叫住了两人 然后 他不是特别高大的身影 走进了房间 看着地上躺着的尸体 他的脸上终于有了些许变化 略显愤怒的脸 不知道是在演戏 还是真情流露 君哥你要为我哥报仇啊 肯定就是他们干的 这里除了他们 哪里还有什么其他人 名叫胡子的汉子 看着君哥来了 像是看到救命稻草一般 死死抱着陈骏的大腿说道 陈骏轻轻拍了拍胡子的肩膀 一双古井无波的眼睛 看着你和李安 能不能给我一个信任你们的理由 你自己看看他们的尸体 就知道 你给陈骏让开身位 示意陈骏自己去看 陈骏文言慢慢走了过去 蹲下身子 将几具尸体的衣物掀开的一瞬间 他就知道自己手下的死跟你们无关 因为这群人身上 没有任何伤疤 一点外伤的痕迹都没有 就算是职业者 都不可能有这种凶 嗯 不错的理由 陈骏缓缓站起身来 看着身后的胡子 胡子与哥的死跟他们无关 不不可能 三层救我哥和这群家 不是他们还会是谁 胡子显然是被自己哥哥的死刺激到 对着陈骏都敢大呼小叫 一点没有把陈骏放在眼里 陈骏身边几人脸上有些不好看 刚想呵斥几具胡子 让他明白 眼前的是陈骏 不是什么小发财 但都被陈骏一个眼神给制止 胡子我知道 你哥的死 让你不能接受 但你哥他们身上 没有任何外伤和伤口 不可能是这群小兄弟 陈骏指了指地上的尸体 让胡子自己去看 胡子这时候也恢复了稍许 理智他蹲下 看了看自己哥 发现果然没有任何外伤和伤口 这就意味着他哥的死真的和你无关 他有些失魂落魄的坐在自己哥的 脑子里一片乱麻 小兄弟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 把我兄弟搞成这样 陈骏深深看了一眼 你没有第一时间回答陈骏 而是走到先前那处角落 然后把那透明碎屑捡了起来 放在了陈骏手上 这是什么东西 陈骏看着手上的不明透明碎屑 本是一股变异蟑螂的翅膀 最细腻淡淡说道 变异蟑螂 你在说些什么 陈骏不知道变异兽的存在 更不会知道变异蟑螂是什么东西 我们人会变成丧尸那样的怪物 那这些平日里的动植物 同样会变异 它们变异后就是变异兽 变异蟑螂就是其中一 你给陈骏解释了一遍 变异兽就算是变异兽 它们也不能 在没有造成任何伤口的情况下 把我的弟兄们杀害 听你这么一解释 陈骏貌似理解了 魔兽的变异兽是什么 就是和那群丧尸一样的存在 但那群丧尸并不是很强 也就只有那些害怕的普通人 会觉得可怕 对于他这种 不知道杀了多少丧尸的人来说 丧尸就是垃圾 除非他们成群结队的出现 否则是没有什么危险 所以 陈骏相信 有变异兽和变异蟑螂的存在 但是不相信变异兽 可以神不知鬼不觉 将自己的手下杀掉 你是不是以为 变异兽和丧尸一样垃圾 你一下子就看出来 陈骏想的是什么 那你就想错了 变异兽比丧尸强太多 有时候一百只丧尸都比不上一 致变异兽 今天的这只变异蟑螂十分诡异 我已经和他照过面 陈骏的接受能力很强 虽然心中还是有些疑虑 但对于你的话已经信了 大赵你这么说 我们不仅要防备外面的丧尸 还要防备这种变异兽 就在这时 陈骏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然后就在你们面前接听 没有说几句话 陈骏的脸色就变 怎么了 你看着陈骏的脸色不好看 下意识问道 我怀疑我有些乌鸦嘴 我们这里真的出现变异兽 就是你说的变异兽 若不是蟑螂 是几只巨大的老鼠 他们真的来了 就在一楼 且外面那些丧尸 貌似都听到了这里的动静 一个个都朝着这边等 陈骏此刻的脸色暗了下 他没有想到 自己说的话 竟然这么快就应验 随后陈骏立即对身边的人吩咐道去 把所有人都叫去一楼集合 一楼必须要守住 否则的话 外面那群丧尸 肯定会蜂拥而入 这真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小兄弟还请你们跟我们一起去 毕竟你们现在也在这里 要是被他们冲进来 你们想必也是不好过的 陈骏吩咐完手底下人后 接着对你们说道 希望你们能够知道轻重 嗯 我知道了 我们会去帮忙的 你没有拒绝 变异兽攻进来 对谁都没有好处 况且 变异兽身上的东西 可是很感兴趣的 那可是第二次血液的关键要神 李安几人没有意见 他们不傻 知道不管是外面都丧尸 还是变异兽 只要他们进来 对他们不是什么好事情 事不宜迟 晚到一分钟 那儿的危险性越高 我们赶紧下去 陈骏当机立断 带着自己的人 率先朝着一楼赶去 我们也走了 你看了看李安他们 然后第一个朝着一楼走去 新连星超市一楼大门附近 有着树枝体型庞大的老鼠 各个眼珠子上冒着绿光 看起来极为圣人 和丧失不同的是 这群变异老鼠 身体并没有腐烂的气息 反而是变得更加凶猛和高大 全身的毛发 都沾染上了一层绿色 几个新连星超市的幸存者 也就是职业者 正在被他们啃食 场面颇为血腥和滑稽 曾经只有人类 吞噬各种动植物的人 现在没有想到 居然被下水到的老鼠吞噬 我们这边死伤了多少兄弟 陈骏询问一旁的手下 君哥你不知道 我们搁几个本来在直岗 没想到这群死老鼠 突然发起攻击 一下子把我们打得错手 十几个兄弟 都被那群东西给吃了 陈骏身旁的一个小弟 义愤甜意地说道 但看着对面的老鼠时 整个身体却是止不住发抖 看起来应该是被那群老鼠吓破了 李安等人 同样是第一次看到变异老鼠 每个人脸上都是震惊之死 包括一向沉着冷静的音乐 好家伙这老鼠真特么大 小胖更是直接惊呼起来 看起来十分没有出息 量很大嘛 也就一般吧 李安明明同样惊讶无语 但装作不屑 冷哼一声 并且往前站了站 以表达自己的气势 不愧是安哥 小胖奉承一声 宛如一个啦啦队成员 鹰眼则是无奈扶着额头 不想去拆穿你 不等几人交谈太久 那群变异老鼠 便突然发起了进公司 毫不给你们反映的 近变异老鼠 有着一口坚硬的大门牙 所过之处 全部都变成了他们的食物 基本上看到什么东西 就就连钢铁制品都可以咬断 然后嘎嘣脆 直接吞入了肚子 守在前面的职业者们 节节败退 陈军看到这一幕 脸色有些阴沉 这群变异老鼠的实力 确实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时吴子突然就冲了上去 眼神里满是愤怒之色 此刻的他 脑海中只有两个子 那就是报仇 畜生准备受死吧 吴子大叫一声 身上的肌肉猛鼓起一拳 轰向了冲过来的变异老鼠 强大的力量 使得变异老鼠都后退了 你想要靠近陈军复制齐的技能 却是始终没有找到机会 这老小子 和他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 无奈你只得打起了 其他人的职业 不知道这伙人 身上都有些什么样的技能 趁着一些人不注意的时候 你默默发动复制技能 一下子复制了不知道多少技能 你的大脑里全都是生命 此刻顾不上茶海 专心复制着 在场所有人的技能 虽然你背地里 是在一个个复制技能 但表面上 却是朝着变异老鼠的方向冲 像是一个身心士卒的勇士 这让身后的陈军都不由一愣 一时间竟然分不清 你到底是自己的人 还是外人 这种事情 他居然会冲到第一的位置 真是后生可畏啊 陈军感慨了一句 心中对你的看法 又有稍许改变 从一个狂傲的少年形象 逐渐转变成了一个 以大局为重点 不愧是叶灵兄弟 李安被你这种勇士精神所感染 带着小胖的鹰眼也冲了上去 给你进行打着掩护 防止他被变异老鼠偷袭 此刻的你 正沉浸于复制技能的快感中 一只体型硕大的变异老鼠就冲了过来 一下子扑到了你的面前 速度极快 而那个刚刚被叶灵复制完技能的家伙 则是被直接扑倒在地 变异老鼠的大门牙 朝着那人的脑袋一咬 瞬间一颗大好头颅 就破开了一个洞 紧接着 变异老鼠将里头的脑花 直接吞入腹中 脸上露出十分人性化的享受表情 如此血腥恐怖的一幕 让在场所有人又惊又怒 大骂道 这畜生还没有完 那变异老鼠吃过脑花后 对职业者其他部位并不感兴趣 一双血红的眼睛饶有兴趣 看着面前的你 和其他职业者 本你仿佛只有脑袋里的东西 才能够吸引到你 看着近在咫尺的你 变异老鼠早已忍耐不住 张开嘴 露出了自己那颗如钢铁一般大门牙 然后朝着你扑来 它想要顾忌重施 将刚刚在那职业者身上的施展 攻注在你这里施展 那只变异老鼠出现你身边的时候 你早就做好了防御准备 正好拿你实实心境 只见你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随即手中棒球棒挥击出去 挥出去的瞬间 棒球棒身上覆盖着一层有黑的亮光 只听得砰的一声 你手中的棒球棒棒 一下子敲击在了变异老鼠大门牙之上 变异老鼠起初还想一口咬碎棒球棒 毕竟这玩意在他眼里不过是玩具 但随着他的大门牙意 并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的硬声而断 反倒是他的大门牙 受到了剧烈的颤抖 像是咬到了一个不得了的硬 他血红的眼珠子里满是疑惑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自己居然会咬断 就在他愣神之际 你再度发力 棒球棒奋力朝着他的嘴巴里去 强大的力量 直接洞穿了变异老鼠的大门牙 棒球棒穿过大门牙 一路抵达了变异老鼠的喉咙 速度不紧 宛如一个钻头一般 直接将变异老鼠的喉咙捅出 变异老鼠瞬间感觉自己不能呼吸 一双血色眼睛瞪得宛如同龄 看起来十分吓人 身后的李安他们看到这一幕 纷纷感叹你的强大 别人解决不了 变异老鼠在你面前就像垃圾一样 就当众人都有 变异老鼠就这么死了的时候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那只变异老鼠 竟然继续朝着你扑涌 仿佛脖子有没有都是一样 你见状没有慌乱 怎么说都是重生过一次的 你知道这些变异老鼠的强大之处 变异老鼠生命力顽强 就算损失一部分器官 但短时间内 它们还是可以存活 并且只要吞噬到充足的食物 它们就可以很快复原了 那只变异老鼠此刻被你激怒 它想要吃了你好 来恢复自己的身体 你邪魅一笑 手中棒球棒拉出 奋力一砸 直接将变异老鼠的脑袋给砸了下去 然后补上一脚 强大的力量将变异老鼠的脑袋给踩爆 然后一边隐秘从变异老鼠的碎肉上 捡起了小石子一样的东西 一边观察着自己身后的人 发现他们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小工作室 顿时松了一口气 叶灵这小子究竟是什么职业 我怎么看着他使用了这么多技能 就刚刚那几下 至少三个 李安看着不远处的你 嘴巴张得大大 不清楚 不过我猜测 他的职业在你之上 安哥至少是级职业 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多强悍的技 一旁的鹰眼分析说道 我们有灵哥在 这群变异老鼠 也只是小意思 小胖很是乐观 又为你强大的实力感到高兴 毕竟你和他们是一伍 身后的陈军 看到你表现出来的实力 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这少年都实力这么强大 光从表现里来看 他的职业等级绝对不下1 难道和我说 一个级别吗 陈军深深看了一眼你 他有些忌惮 却是 没有要使阴招的意思 你现在死 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弟兄们都给我上 把这群畜生拦住 别让他们祸害了我们的物资 陈军大贺 一生生 红如中给予了手底下人不少信心 胡子这时候打红了眼 只见他庞大的手臂 锁住了一只便衣老鼠 然后硬生生把便衣老鼠的脑袋给搅了下来 仍然期间付出了相当长的时间 但这样的举动 无疑表现出了胡子强大的实力 你看这胡子都技能 心中有些嫉妒 又是一个不错的技能 正当你准备接近胡子的时候 三只老鼠突然围住了你 他们像是看出了 你的实力最为强大 想要先行将你给解决掉 这群畜生还会针对我吗 你一下子就看出了 这群便衣老鼠是在针对自己 是他们有了一定的智慧 还是有其他便衣老鼠在指挥 又或者干脆就是那只便衣 蟑螂你一双锐利的眼睛眯了起来 仔细观察着水群 想要从中发现出什么不对劲 结果很可惜 观察了一圈后 发现并没有什么奇怪 所有的便衣老鼠都是分散开来 中间或者大后方 没有一只便衣老鼠单独在 这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实际都止不止 三只老鼠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攻击你 三双大门牙发出阵阵寒光 夜里等我们离你不远的 李安等人看到这一幕 连忙冲了过去 李安手中铁管被划 一下子就抽飞了一只便衣老鼠 将其击退 小胖的锅盖浮现出巨大的钢铁盾牌 蜥蜴将一只便衣老鼠挡在了外 鹰眼的弹珠此刻已经换成了铁珠 这是鹰眼 在新联新超市的一个货物间发现 用它来代替玻璃弹珠 要知道鹰眼的技能并不弱 是受限于武器 现在升级换弹 它的技能威力要比之前强上不少 十颗铁珠齐发 将一只便衣老鼠的打滋滋叫了起来 吃痛的便衣老鼠很快就拉开了距离 你看着身旁的李安几人 心中有些嫉妒 前世自己没有碰到过 像李安他们这种 所以他一直都是独狼行动 且不信任任何 现在看来 还是有些人值得信任 在自己离开前 可以适当送他们一点好处 以后说不定还能帮上自己 谢谢你对赶来支援的李安道谢 不用客气 我们几个可是过命交情 说这些话就有点见外 李安拍了拍你的肩膀说道 见此你没有多说什么 追着那三只便衣老鼠大开杀戒 熟悉了一段技能连招 加上李安几人的配合 和他们很快把三只便衣老鼠给解决掉 原本局势是便衣老鼠占据优势 现在有了你们的加入 局势一下子逆转 便衣老鼠开始收缩阵型 一只只往中间靠去 如此奇怪的一幕 瞬间让你有些警觉 这是在干什么 这群畜生在干嘛 害怕开始逃跑了吗 李安同样奇怪地看着这群便衣老鼠 不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 看样子是在集中突围 但我总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鹰眼疑惑地看着这群便衣老鼠的一举一动 这群畜生怕了 跟我冲啊 兄弟们胡子健壮面露狂喜 一个人直接冲了上去 想要乘胜追击 侦察之眼 你像鹰一般锐利的眼睛发出亮光 视线在鼠群中来回观察 希望可以找到一点奇怪的东西 在找寻好一会后 你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劲 只是 那群便衣老鼠越来越靠近中间的位置 让人愈发不紧 胡子已经带着一伙人冲到了水群面前 一拳接着一拳 轰击着便衣老鼠 场面异常壮观 一时间 所有人都以为自己的人胜券在握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是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只见聚集起来的便衣老鼠们 一下子就结合成了一个 庞大的嘴巴自上而下的张开 然后猛地一口将胡子给吞了进去 看到这样一幕的你 脸色一变 暗道一声果然如此 自己一开始就觉得很奇怪 这群家伙 真的是憋了一个大 但他们聚集起来的目的 真的只是这个 就在你思考之际 鼠群的外貌再次发生了改变 庞大的嘴巴一下子变成了 一只巨大的老鼠 体型硕大 身高数米 看起来像是一头怪兽一般 这让那些已经冲到他面前的职业者 纷纷感到恐惧 他们哪里见过这样的景象 一个个被吓得直后退 这回你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你的眼神 聚焦在了巨大老鼠的额头位置 那有着一只与众不同的老鼠 它的眉眼间神似于人 比在场的所有便衣老鼠 都还要更像人 便衣鼠 你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名字 但很快它就打消了这个想法 毕竟便衣鼠王这个时候实在不合理 现在太早了 不可能会有便衣鼠王的诞生 不过 这只便衣老鼠 肯定不是什么普通的便衣老鼠 至少比那群普通便衣老鼠更加高级 否则它的眉眼间 怎么可能如此像人 后头的陈军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的脸色彻底变了 这群便衣老鼠的实力 太超出它的预料 原先准备的一系列方案 完全没有用到 真该死了 还把胡子给害了 狠狠咬了牙 胡子是它手底下最能打的 巨大便衣老鼠吃了 相当于卸掉了它一条胳膊 距离巨大便衣老鼠十分近的米 迅速做好了打算 想要解决掉这只巨大便衣老鼠 那额头间的奇怪便衣老鼠 是关键中的关键 抵押你们三人掩护 但要是 你们自己有危险的话 先顾好你们自己 不用管我 你丢下一句话 然后栖身而上 速度极快 一下子 就来到了 那只巨大的便衣老鼠面前 手中的棒球棒 狠狠砸了过去 配合上一级技能突刺 已将棒球棒 狠狠捅进了巨大便衣老鼠 巨大便衣老鼠 很快就发出痛苦的嚎叫声 庞大的身躯 都快要支撑不成了 自上而下开始发生崩溃 虽然没有 立刻变回散沙 那是因为 那只特殊的便衣老鼠 还在匍匐支撑 它紧紧要紧自己的大门牙 血红色的眼睛里 满是不可思议 在看到自己的棒球棒 捅了进去时 以大腿猛的用力 地基技能重踏发动 一下子就让棒球棒 穿过了身躯 巨大便衣老鼠 亮亮呛呛 挣扎了一会后 便失去了动静 庞大的便衣老鼠 因此倒了下去 又变成了原本的模样 一群散沙式的便衣鼠 我去夜灵这家伙 到底什么职业 离我墙上太多 面对这么可怕的怪物 也能够这么轻松解决掉 李安十分震惊地 张开了他们的嘴巴 大的可以塞下一整颗鸡蛋 便衣鼠群 在失去那只特殊的便衣老鼠后 像是群龙无首 没有了主心骨 开始四处乱跑 在巨大便衣老鼠解体的时候 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 从里头掉了出来 虽然身上的衣物已经吞去 但他的 还存在生命的痕迹 胸膛正在不断起伏着 看到胡子还活着 陈军立马冲了上来 在你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陈军便已经来到了你身边 这让你暗暗吃惊 陈军的速度比自己还要快 这就是集职业者的技能 陈军看了看胡子 拆胡子的肩膀 让人把气送了回去 在后面休养好了 现在该轮到 我们反击了 陈军看向露出败迹的便衣鼠群 当机立断说道 星连星 超市剩余的幸存者文言 纷纷冲了上去 发泄着刚刚的怒 你看了陈军一眼 感慨这人以后 不愧是西乡市最强之人 真的是会抓时机 这群便衣老鼠刚刚露出腿时 他就乘胜追击 判断能力 无疑是很顶尖 你也没有闲着 趁着便衣老鼠逃跑之际 快速复制它们的技能 这群便衣老鼠的技能 都是一模一样 除了那只被夜灵 亲手干掉的便衣老鼠 恭喜你 成功复制及被动技能钢铁能力 门牙可以轻易咬碎钢体 恭喜你成功复制 一级技能终极嗅觉 你的嗅觉进一步提升 比狗还灵敏 恭喜你成功复制 及技能身体增幅 绝大部分身体都得到了强化 便衣老鼠身上的技能 就是这三种 现阶段的便衣老鼠 并没有多厉害的技能 最高等级的技能 也只是急得钢铁门牙 在同死那只特殊的便衣老鼠的时候 你同样把他的技能给复制了过来 且技能效果很是不错 恭喜你 成功复制及被动技能领袖气质 你在族群中有着一定的威望 没有王诞生的时候 你就是族群中唯一的领袖 恭喜你成功复制及技能重塑 当你面临死亡的时候 你将有可能再次复活 复活归来的你 将获得巨大的好处 看着那只特殊便衣老鼠的技能 你眉头一皱 这只便衣老鼠的技能 是不是太变态 两个级技能 这不就是妥妥的未来便衣鼠王吗 只要十级成 数 这只便衣老鼠 绝对会进化成便衣鼠王 界势对于整个西乡市 都是重大灾难 重塑你回味着这个特殊的技能 细想想 随后心脏狠狠一阵 这技能还能复活 加进团虽然只是有一定几率 但末世中一点点几率 都是不能够错过 突然你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赶紧在在附近 找起了那只特殊便衣老鼠的尸体 活要见鼠 死要见尸 侦察之眼 开始仔细观察地上的尸体 要把那只特殊的便衣老鼠给找回来 李安刚刚那只被我捅死的便衣老鼠 你有没有看到他的尸体 你神情颇为紧张 想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稍有不慎 将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 因为你到现在 都没有找到那只特殊老鼠的尸体 李安一脸疑惑 有些不太明白 你关心一只已经死掉了的便衣老鼠 但了难不成它 还能复活不成 先别问那么多 快帮我找找 你顾不上和李安解释太多 脸上满是着急之色 好我知道 李安见你如此着急 心中已经明白了些什么 便不再追问 开始招呼小胖和鹰眼一起寻 特别是鹰眼 鹰眼有着侦察之眼这个技能 对于找东西 是非常有帮助 很多一般人注意不到的东西 鹰眼往往第一个就可以发现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还是没有找到 那具特殊便衣老鼠的尸体 这让你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该死不会真让它成功了吧 怎么了 不远处的陈军已经看到了 你这张脸 早就对你奇怪的行为感到疑惑 我在找那具尸体 就是先前被我捅死的那只便衣老鼠 你一边寻找 一边和陈军说着 陈军听后陷入了沉思之中 我没有注意怎么了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那只便衣老鼠比较特殊 很可能会复活 所以没有找到它的尸体的话 下次它再出现的话 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你叹了一口气 将事情说了出来 复活这怎么可能 陈军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一脸不敢置信 复活这种事情 怎么听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就算是职业者 都不可能有复活这种瓜皮技能 要是存在这种技能 那人类岂不是可以永生 想到永生这个词 陈军的心脏不争气地跳动一下 说实在 如果真的有永生的话 那他会付出一切代价去追求 李安听后 都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世界上真的会有复活 这样的神奇又诡异的事情 夜里你说的是真的吗 一向不怎么说话的阴眼 深深地看了一眼你 眼眸中闪烁着不一样的亮光 仿佛是想起了 不管你们信不信 如果我们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那他十有八九是已经复活 下次见面 我们很可能会死得很惨 你依旧是一副肯定的模样 听到你肯定的答复后 阴眼的眼眸内里亮光更加少了劲 但很快就重新按摩 如果是你说的话 那我相信 李安沉默许久后 第一个发表了自己的意义 选择相信你 紧接着开始更加卖力 且仔细寻找 那具变异老鼠的尸体 鹰也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用侦察之眼 观察着地上的尸体 有人也有变异老鼠 陈军的眼眸 同样发出了不一样 得亮光 然后也加入了你们的队伍 很可惜 待所有变异老鼠都逃走 或者被打死后 你们没有 仍然是没有找到那具尸体 看来他真的是复活并且逃走了 接下来 他肯定会回来报复 下次来袭的鼠群 不是这么一点的规模了 你常常叹了一口气 露出稍许疲惫的表情 下次大概会有多少只变异老鼠 陈军问道 不清楚 但至少会是这次的三倍以上 也就是上百只变异老鼠 甚至可能更多 你说出了一个大概的数字 现在真的是危机四伏啊 前有消失不见的变异蟑螂 后有即将变异进化的鼠王 多时之秋 一时间你头都有些大了 好在前时算是经过了不少风浪 并没有因此救赶 而是仔细思索的应对之策 趁所有人没有注意的时候 你把那群变异老鼠脑袋里的硬东西 给捡起来 等待第二次血液的降临 如果那只变异鼠王 是第二次血液再来报复 那你也就不会太害怕 毕竟那时候的你 已经有了太多的东西可以防备 但如果说 那只变异老鼠 提前进化成变异鼠王 那强如你也只能逃命 或者集结众多职业者 和其打得两败俱伤 军歌趁现在网络 没有完全瘫痪 你接着在网络上发布邀请函 让幸存的职业者 全部往新联新超市跑 多一个职业者 我们的胜算就会越大 陈军点了点脑袋 说道还有 我们不仅要在网络上发布信息 我们还要自主出去寻找幸存者 有些幸存者 手上是没有设备 他们上不了 我只能躲在一些小地 以补充说道 陈军继续点头行 我知道了 你们也去休息 这里就交给我的安排 李文言没有多说什么 带着李安和小胖 他们回到了原先睡觉的地点 准备补票 当然了 有了先前的教训 所有人都不敢睡得太死 武器都放在了身边 只要一有什么动静 他们都可以及时醒来 并做好战斗准备 索性经历过变异蟑螂 和变异鼠群后 今晚没有再发生其他的事情 外头的丧尸 也难得安静一下 没有再发出成本都低不上 一日你和李安神清气爽地起床 简单吃过早点后 陈军便带着一些人 来到你们的房间外 自从发生了 昨天晚上那样的事情后 陈军对你们非常重视 特别是你这个人 昨天晚上 要说谁的表现 最让人印象深刻 那无疑是你 战斗能力比胡子强太多了 更别说观察能力和思考能力 每一样都在自己手下之上 虽然你没有想要跟他的意思 但和你交好还是很有必要 至少不能和你交往 叶林小兄弟 你们醒了吗 陈军让人礼貌敲了敲门 我们都醒了 是有什么事情吗 你打开门说道 事情倒是没事 就是胡子醒了 他知道是你救了他 他想当面和你道声谢 陈军笑了笑说道 然后指了指身后的胡子 刘兄弟昨天谢谢你 军哥和我说了 昨天如果不是你 发现了那群出丑的弱点 那我很可能就死了 胡子一边说 一边就要给你行大的 还在你眼睛手快 及时扶住了胡子 没事我们都 是幸存者 互帮互助是应该的 用不着这样 对了小兄弟 昨天你说的话 我都仔细考虑过 所以今天天一亮 我就打算派几批人出去 寻找幸存者 你们要一起去吗 可以你几乎没有犹豫 新联新超市的职业者的技能 都被他薅了一遍 几乎一点不剩 除了陈军和胡子的技能 没有记过复制 其余都有 不过这些技能都是良有不齐 有好的也有坏的 更让你有些不爽的是 他们中相当大部分人的技能 都是重复 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人职业都是一样 也就是大众职业 这些人往往都是很靠后的 才觉醒的职业 越后面觉醒的职业等级会越低 重复度就越高 越靠前的职业重复度就越少 至少他们的技能 都会有稍许不同 多算同一个大类下的不同分支 像是战士职业 分为盾战士和剑战士 一个防御为主 一个攻击为主 所以 你准备外出寻找幸存者 以此复制更多的技能 希望在变异鼠王杀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技能 可以对付他 奇怪这附近 怎么看不到什么丧尸啊 小胖看着四周 不解的挠了挠自己的脑袋 俄湖小区 是新连新超市附近的一个小区 距离新连新超市不远不近 这里说不定会有些幸存者 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这里既然看不到什么丧尸 总不可能都被锁在房间里面 还是说 被小区里的幸存者得解决掉了 很多 心中刚刚这个想法 就被按了下去 如果 这个小区真的有这么厉害的职业者 那自己前世肯定是听说过 既然自己前世并没有听说过 有这么一号人物 那这个原因就可以排除掉 你只能往其他方面去想 难不成是 那群便衣老鼠 你觉得自己这个想法很有可 毕竟昨天的大战中 确实有不少的漏网之鱼 从新连新超市中逃了出来 那 他们来到附近的俄湖小区的可能性大 就算不是俄湖小区 但也会是其他小区 都是距离新连新超市 至于为什么不是那些偏远的小区 你是觉得 这群便衣老鼠会回来复仇的 他们 是不会选择太远的小区 俄湖小区就非常合适 距离新连新超市不远不近 且有着大量的丧尸供他们吃 吞食了一定数量的丧尸 他们就可以再次迎来进入 从而变得更加强大 等他们强大起来了的时候 第一个目标 可就是找新连新超市的人服从 而且 你肯定是那群便衣老鼠的重点 关注变形 想到这里 你的脸上露出一抹笑 不知道自己 不好 说运气不好 你末世没几天就碰到了变异鼠王 说运气好 几乎不可能碰到的 变异鼠王让你碰上 谁说不是呢 别说是丧尸了 这个小区都不知道 还有没有幸存者 安静的着实有些可怕 李安耸了耸肩说道 他刚抬头才看了看周围的楼层 并没有发现幸存者 正当李安想要接着说的时候 你一把将李安扯走 紧接着在李安原先待的地方 一个玻璃瓶硬生而碎 玻璃碎片洒了一地 卧槽 哪个刁民想害我 李安看着地上玻璃碎片 这反映过 来刚才 如果不是叶玲把自己拉开 自己的头颅很可能就被开了 所以说 现在的李安 已经不是之前那个普通人 但是他身为普通人的惯性思维 依旧影响了他 比如被高楼上掉下的东西砸中会死 李安一边破口大骂 一边看向楼上 想看看是哪个龟孙干的事情 安哥你没事吧 小胖和鹰眼同样被吓了一跳 连忙询问李安有没有事 没事就是被吓了一跳 先不说被砸中了会怎样 就凭他被叶玲及时拉开 他就不可能出现神妖意外 你此时也朝着楼上看去 凭借着侦察之眼 叶玲很快就发现 东西是从八楼丢下来 在窗边发现了一双恐惧的眼睛 只是这双带有恐惧的眼睛中 又闪烁着一丝希望的曙光 是幸存者 你很快就确定了 那双眼睛的主绝对是人类 没错 既然是人类的话 那就是幸存者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职业者 不过你对此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如果那人真的是职业者 怎么可能会归缩在楼层里 多半只是一个幸存下来的普通人 要不要救呢 你说是出来寻找幸存者 但真正的目的 只有那些觉醒了职业的 职业对于普通人 你其实并不是很感兴趣 思考了许久 还没有完全泯灭的人性 替你做出了选择 如果有能力的情况下 能救人还是救一下 那里有人 我们上去看看 记得注意安全 如果碰上了强大的东西 不要犹豫 直接就跑 你看着李安杰说道 虽然决定去救那个人 但并不打算付出很大的代价 幸存者能救的话 救救一下 如果要搭上自己的性命的话 那里肯定是一万个不愿意 末世中自己的命是最重要的 幸存者好 知道了李安听到 有幸存者后 也顾不上刚当的事情了 带着小胖和婴孽 就要冲上楼 你别急 先观察一下楼道里 有没有丧尸 或者其他丧尸的存在 我先进去吧 你们跟着我 你看着冲动的李安 也是哭笑不得 这家伙真的不知道 什么叫做危险吗 好 李安应了几声 然后跟随着你的步伐 走进了楼道 整个楼道黑漆漆的 没有一盏灯是亮的 奇怪按前世的记忆 现在不应该断电 要知道 现在网络都还没有瘫痪 怎么这边就断电了 你眉头一皱 看着黑漆漆的楼道 心中升起一种不好的预言 真的是很不对劲 你依旧小心翼翼在楼道里前进 一双锐利的眼睛 死死观察着每一个角落 同时 终极嗅觉这个时候 被催发到了极致 以便自己能够更好地观察四周的环境 就这样 你们一口气上了五层楼 一路上除了漆黑的楼道 并没有发生意外 但你也不敢就此掉以轻心 要知道 往往这种时候 危险就要来临了 再上爬一点点 鼻子一抽 闻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什么东西 这股味道混杂着人类和丧尸的味道 但不知道为什么 每一种味道都不重 中和得非常好 如果不是鼻子十分灵敏的话 很可能发现不了 侦察之眼很快就锁定了一个角落 那貌似蹲着一个什么东西 你眼睛一眯 手中棒球棒 直接砸了下去 你眼睛一眯